前有胡子把媳妇按在树上约会 后有七仔二郎等一众后被爱情纠葛 秦岭爱情故事有多怠感 胡子狂野求爱的故事 阿婆主之前已经分享过了 今天来讲讲七仔二郎他们这些圈养大熊猫的八卦 七仔的白月光是永永 有不少游客拍到七仔在交流窗当吃汗 天天守着永永妹妹来聊天 而且重色轻友 对阿宝有多凶 对永永就有多甜 插一句永永也是金虎的未婚妻 不过被专家棒打鸳鸯了 可永永不喜欢黄毛 他喜欢的是七仔的兄弟 那个大长腿的二郎 而二郎喜欢的是郑正 可郑正不喜欢二郎 喜欢的是七仔 主打一个闭环 奇葩的专家不死心 在永永跟二郎短交之后 还多补了七仔的种子 可是没有用 永永最后生下的女儿情韵 就是那个很会翻白眼的大熊猫 他是二郎的娃 郑正这边 专家明明看到郑正每次都大骂二郎 不允许他靠近 还让二郎和郑正相亲 据说二郎就被郑正揍了一顿 专家拉来七仔解围 才让郑正消气 七仔也喜欢郑正 还打不还口骂不还手 二郎也喜欢拥有 反正这四角恋里面 唯一受害者就是金虎 当然了 秦岭的男熊也有老光棍 第一个就是秦川 他喜欢隔壁的景星大美女 也就是镇生的妈妈 可是对方不喜欢牛魔王 还有一个是亚乐郎 喜欢隔壁的秦琴 也就是秦大朵的妈妈 也没戏 反正这俩熊就一直单身了